沿着木造招牌 来到在小街的建筑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栋豪宅 外头打造的流水庭园 让人身心舒畅 盛装煤茶的圆胖杯子上头 刻有餐厅的名字 这里是主打人文艺术的老胡记 老板有在教陶艺克 这辈子是在家的小街 这杯子就是作品哦 诺大的空间没有一丝压迫感 木造桌椅与装潢搭配的相得益彰 这里主打各式锅物以及中式料理 招牌的蒙古锅或是牛奶锅都各有拥护者 每样食材都用心准备 让客人吃得安心又尽兴 无敌的汤底搭配不随便的配料 难怪熟客一再重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